参加楞严金法会 希望能够回向世界和平 人民安乐 仁严金是十卷有六万多字的大部经典 仁严金中建立仁严谈的修行法门 感应迅速 效果宏大 名扬两立 有求必应 更是殊胜的法门 修行仁严法门 能得金刚藏王菩萨的保护 而免除水火风三灾 邪魔恶鬼的恶咒毒害等不能清损 病人消除重罪 病苦灾难 远离三恶道 所求者皆得如愿 所修行者无不成就 生生世世 长生佛前 早日圆成道果 令人大法会 是依据令人经里面的 叫做道常家恨 也就是说 修令人法门 如果有能力修的话 从理论上去了悟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是要借用这种道常来修行 里面对道常修行的方法都有说明 我就是根据令人经道常家恨 偏口语 这样子让大家来共修 我们的法会是从早上六点开始 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半为止 当中分为内谈 分为外谈 内谈就是要持座 要发愿等等 外谈就是要送灵人经 就是以这功德能够让自己能够消灾 也能够超度自己的祖先 同时能够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国家 回向给社会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已经二十几年了 继续在举行这个法会 每一次参加的人都一样非常的多 尽心赏老有见于此 民国八十一年在光德市起见 大佛顶首能言明阳两立大法会 遵照世尊在能言经中的开示 设立能言坛 恭请高僧大德 如法修持 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和平 人民安乐 参与会者 获叶消除 福会增长 法际新闻 廖杰林 徐静益 高雄采访报导